上个单元我们看到彰化要盖新的产业园区引起了反弹 但您可能不知道彰化同时也是全台违法农地工厂占地面积最大的县市 事实上去年6月政府通过修订工厂管理辅导法之后 不但是要求新增农地工厂要急报急差 同时要加速让旧有的农地工厂能够就地合法 然而工厂的合法速度犹如牛步 经济部统计过去四年来全台3.8万间违章工厂 竟然只有时间成功地完成合法纳管 为什么要合法化这么样的困难 这又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熊熊烈焰伴着浓烟往上窜烧 火蛇吞噬铁皮厂房 农地工厂冒出大火吞噬整栋建筑物 也害死两名消防人员 我们看到政府都没有在进行拆迁 不是急报急差吗 民意代表或者是政治人物总是 都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安罢建物 新建围灯公司 拆拆拆 我们现在从这里经过这里 大部分你所看到的工厂 你所能够造得到的工厂 全部都是违法的 车开进台中大雅神刚区巷梦内 映住眼帘的是一栋又一栋的铁皮工厂 这个电镀厂 这个也是违法 但是呢 你说它违法 它以前很老很老的时候 它们就存在了 它们已经存在三十几年了 带着我们的是台中在地多届议员 立委林峰系 他手指的每一间工厂 其实都是违法建在农地上 这里呢 是因为中小企业的需要 所以这里呢 当初规划这里就是一个工业区 这里就是一个工业区 那全部是工业区吗 不是 因为社会的需求 因为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 所以工业区越来越多 中小企业越来越设立越来越多 所以你看那些广告看板 根据统计 全台各县市中 彰化和台中的农地工厂面积 本局一二米 全台总计有15658公顷农地 遭到违法占用 推估盖了3.8万间工厂 事实上政府早已注意到这个状况 2002年就通过了工厂管理辅导法 2019年再度修法 那这次的修法 就是在2019年的6月27号 这次的三独通过的 这个工厂管理辅导法 其实就是要再去做一个 更大程度的全面的调查 违章工厂 全面的去做违章工厂的纳管 修法后中央下通牒 只要是2016年5月20日之后 新盖的农地工厂 都必须即刻拆除 2000平厂罚 花费5000万元建造 这是2019年2月 政府为了展现 拆除违法农地工厂决心 雷厉风行 展开执法行动 然而新闻过后 能再回到农地来看 情况却不是如此 这个地方是我们 2017到2019年来 检局正在盖的农地工厂里面 量体最大的 从2019的1月开始盖 然后本来是有两栋 它203月的时候变得 变得五栋 那就是不断地在扩大 那今年在工服法修法之后 我们也来现场看 它其实还在不断地在 赶进度 这边两栋而已 然后大概三年 农地被铺上水泥 新建约莫两层楼半的铁壁工厂 环保团体说 过去两年 检举超过50件农地工厂 政府都没有拆除动作 依然文风不动 像这样屹立在特定农业区上 所谓特定农业区 指的是经过主管机关认定 必须加以保护的优良农地 照理是不能盖工厂 然后我们也是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简单讲还是回到 政府的执法是很没有落实的 那不然照理说特定农业区 是不能盖工厂 一间都不能盖 而且是盖得很凶很疯狂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来看 还在施工啊 因为我们大概八 农地工厂持续灵力不管 危害的就是人民的生命安全 2019年10月3日 台中大雅区的农地工厂发生大火 两栋铁皮厂房被大火吞噬 消防人员急忙抢救 却造成两名弟兄不幸丧命 火警意外后 工厂遭勒令停业并开罚12万元 但工厂却不甩政府 罚款截止日前都没有缴交 环保还有优心的 是继续放任农地工厂 不仅类似意外会再次发生 更可能污染附近耕作水源 你看这个到时候 废水会排到这个灌溉沟去 那这井林的旁边就是农地 这样的推论并非危言耸听 因为根据统计到2017年为止 彰化还有311公企农地遭到污染 农民指着 田里的灌溉水已经呈现红色 看起来很吓人 这都是从被污染的沟渠引进来的 我们摆水和灌溉沟渠引进来的 你看看那些是 就让人无处理了 彰化过去因为众多农地工厂 肆意排放污水进入灌溉沟渠 爆发葛污染事件 20年过去了 我们再回到彰化 去看见年华老去的农业 和荒废无法耕作的农田 陈昌山家族世代都居住在 彰化县河美镇加里里 加里里是一个传统农村 村内2270人 过于种水稻回生 古兰我们争的 所有争的几个百家 陈英杰说农地遭污染 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老农母了 不但没得更做 政府的补助根本不法生活 有保护 保护是四千块是要做什么的 看着怪手翻土 陈昌山兄弟反是明暗 因为20年来 他们兄弟几人加起来有一甲地 两度遭到检验出污染物质超标 不能更做 这间污染农田 预计将在2021年完成准治 到时候陈昌山都已经超过七十岁了 他必须拖着年耐的身体继续工作 你现在改善好 你如果没做之后 他要给你带农保 这样啊 不仅农民无奈 事实上彰化是全台第二大的稻米生产县市 仅次于云林县 生产的米粮销售全台湾 过去农地遭污染时 革米流入市场就造成市场冲击 而要避免农地继续受到污染 违建工厂问题势必要被解决 但政府面临的难题是 这些工厂过去是政府刻意扶植的产业 这个农地工厂的游览是从我们的客厅级工厂 就是在民国六十年代往前推跟往后推的那个年代 台湾就接受日本的一些订单过来 那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 当时为了经济发展 民众环保意识不高 再加上近年来市区都市规划 使得有越来越多的工厂都从市区搬移到田乡农地上 农委会把土地一把抓全部抓在手上 他不愿意放出来 那经济部呢从来没有替中小企业讲话 这些违建工厂过去替台湾拼出不少经济产能 像是彰化县鹿港镇顶班婆 生产的就是水龙头等用水相关的物金商品 鼎盛时一年产值达600亿元 但是这些工厂也都是违建 过去政府曾开发新的工业区或产业园区 想要把这些违建工厂统统都移过去 但最后配合签厂的家数 只是寥寥无几 任何一个产业一定要有上下游的搭配 你如果没有上下游的搭配 你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中小企业链 相互之间的互 成效不佳的另一个原因是土地价格 以张宾工业区为例 根据工业用的资讯网 这些新的工业区释出的土地多为千坪以上用 售价约在一亿元上下 并不符合中小纪的规模和成本考量 在工厂管理土壤法修订后 更加强协助低污染工厂和就地合法 规定农地工厂两年内要申请纳缓 三年提出改善计划 十年取得特定工厂登记 目前已有7739家工厂申请 政府进一步把原先违法农地工厂 重新整合成产业园区 像是顶班婆就规划成水五金田园生产聚落 就地合法 这样的政策看似为难解的问题找到解放 但环保团体却对政府如何认定低污染产业 提出质疑 在彰化线的法规上面就是 所谓的低污染是 就算你是高污染 刚提的包含电镀液啦 什么水五金啊 那些强酸强碱的制成的那些产业 只要符合彰化环保局审查 它环保OK的话 它就属于低污染 简单讲这些现况只能彰化 现有的农地工厂 应该是99%都会就地合法 这次农地工厂要合法门槛不低 不但工厂要有1.5公尺隔离绿带 连外道路要达到8公尺 还必须缴交土地回馈金 这使得农地工厂合法化速度缓慢 经济部统计 自2016年来只有10家就地合法化成功 而支持农地工厂就地合法的林峰喜认为 政府应该加强辅导力道 协助厂商 也让过去替国家赚进外汇的工厂 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节老鼠 这一些合法化的话 你一定要彻底地去执行 第一个先找出污染的工业区 让污染源这边食堂过去那边 那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运费的问题 我在这里我已经投资那么多的钱在这里 好没有关系你就去那边 你的运费怎么样呢 由政府来做适当的调整来做补贴 是这些污染的工厂 数十位环保团体代表到行政院前高举口号 抗议彰化路长顶翻坡 农地上大量的违章建筑如雨后春损般冒出 环保团体的优势 农土工厂的手段和进程缓慢 不仅代表政府执法效率差之外 还会继续放任土地遭受污染 杨爷将提起公民诉讼 我们目前感受到的最大理解就是 因为这会很大程度的调票或者是得票 所以民意代表或者是政治人物的东西 都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农田和工厂该如何核协生存 或者是环保和立法问题 俨然也受到政治力力挟持 但最无辜的受害者会是谁呢 有点我不知道 我们就在那些菜 高华那些菜 这种真正的核心不错的啦 我害怕你再败一切 我就看到那个农地被插牌子 然后有阿桑就跟我说 那我们祖先老了给我的 我居然没有好好的能力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把他守住 他就觉得很愧对他的祖先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坚守他祖先传承下来的土地 但是就被人家破坏掉 他没有能力 因为我们一个政府是看未来 我们这个未来怕孙子都在怕路 你禅庄团来做工厅 后来我们台湾要吃的 荣山里要吃什么 你都要去吃